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全球行动装置晶片锡制裁IP龙头ARM台湾总裁曾志光11月下旬表示,市场对边缘AI以及AI在手机与PC上的应用期待很高。他也期待,AI在手机与PC领域可以有很多应用发展。 谈及半导体试矿,他表示,目前下游客户端库存水位已算健康水准,为市场需求仍待观察。 安谋近年快速崛起,气势比英特尔主导的X86架构更强,为近期也面临新兴的RiskV架构阵营,极起直追。 谈到RiskV积极进攻半导体市场,曾志光认为,市场竞争永远都在,但这是一个大市场,且为容量够大,只要有实力都可以进行市场竞争。 重点还是能否提供客户要的东西,有没有达到客户的期待,而竞争会让他们做得更好。 曾志光强调,物联网与切入市装置可说是安谋的起家错,该公司在这些市场已耕耘许久,掌握全球65%的市展率。 物联网的寒阔应用范围非常广,而把AI加上物联网,就是智慧物联网,AI-OT。 ARM日前发表,专为智慧物联网应用所设计的最新产品ARM Cortex-M52处理器IP,强调是所有可支援ARM Helium技术中,体积最小,面积与成本效益最佳的处理器,能为较低成本的物联网装置提供更强化的AI功能。 ARM指出,ARM Helium技术能为小型低功耗切入式装置,大幅提升数字续号处理和机器学习应用效能,无需专属类神经处理器NPU,即可在终端装置部署更多运算密集的机器学习推论演算法。 ARM Cortex-M52同系列产品包括Cortex-M55及Cortex-M85,相较于前几代的Cortex-M处理器。 按摩标榜,Cortex-M52的机器学习效能提升5.6倍,数字续号处理效能则提升2.7倍。 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最新数据显示,在新兴市场复苏的带动下,全球智慧型手机销量自2021年6月起连续27个月同比下降后,10月份同比增长5%. Counterpoint指出,10月份手机销量的增长主要由新兴市场带动,包括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持续复苏,华为在中国的卷土重来以及印度节日记的到来,而手机饱和度相对较高的发达市场的复苏速度较慢。 另一个增长因素是苹果9月底推出的iPhone15系列也有助于提振全球手机销量,与去年相比,发表时间推迟了一周。 这意味着新iPhone销售的影响将在10月份才能体现出来。 报告称,10月份还创下了自2022年1月以来手机阅读最高销量。 Counterpoint表示,过去两年,由于零部件短缺、库存增加和更换周期、延长等因素,全球手机销售一直面临压力。 不确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,导致全球手机销量连续两年多,逐月同比下降。 Counterpoint数据显示,第三季度,三星继续引领全球手机市场,占手机总销量的20%。 苹果以16%的市场份额,排名第二,其次是小米12%,OPPO10%和Vivo8%。 该机构预测,继10月份的强劲增长之后,市场在2023年第四季度也将实现同比增长,并在未来几个季度走上逐步复苏的道路。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,11月下旬出席活动时表示,生成式AI手机将是下波杀手机应用,看好手机市场明年重回增长轨迹。 对于AI手机渗透率的增长轨迹,蔡明介称,会直线上升。 似乎对新一代手机在离线时,也能通过生成式AI协助文字及影像生成编辑,将会受到消费者青睐,也为近期相继发表天机9300及83005G AI行动晶片的联发科,注入强大增长动能。 据悉,联发科于11月还发表了天机8300,其采用台积电第二代4nm制程,基于ARM V9 CPU架构,八核CPU包含四个Cortex-A715效能核心和四个Cortex-A510能效核心,CPU峰值效能较上一代提升20%,功耗节省30%。 天机8300在同级产品中,率先支持生成式AI,至高支持110参数AI大语言模型。 该晶片集成MediaTek AI处理器APU780,搭载生成式AI引擎,整数运算和浮点运算的效能是上一代的两倍,支持Transformer算子加速和混合精度并四量化技术。 AI综合效能是上一代的3.3倍,可流畅运行终端侧生成式AI的创新应用。 蔡明介表示,去年底生成式AI风起云涌,紧接着边缘运算,AI将接棒在各行各业展开,联发科在各领域布局,将成为全球AI重要半导体公司。 过去一两年因大流行等负面因素打击智慧型手机市场,但现在看到已经慢慢走出低潮,加上AI将带动新的需求,相信明年开始智慧型手机将恢复往上发展,重回成长轨迹。 至于AI手机渗透率会呈现什么成长轨迹? 蔡明介说,会直线上升。 蔡明介指出,AI市场很大,也会带动整个产业升级,因为算力增加会带动更多应用,对半导体的需求很大。 联发科副董事长兼执行长蔡立行表示,过去五年,联发科除了将营收推升至140亿美元的规模外,产业地位也在持续扩张。 未来五年,联发科除了持续投资于领先及创新技术外,还将持续深化及拓展与合作伙伴关系,并以最全面性的IP和技术组合为客户提供优异的解决方案。 蔡立行表示,过去五年,联发科交出相当优异的成绩单,除将营收推升至140亿美元的规模外,获利能力在逐渐攀升的产业地位下,亦持续提升。 近五年,共回馈约130亿美元的现金股,给予股东共享运营成果。 联发科在2018至2023年间投入约180亿美元用于技术研发,许多关键技术都拿下领先的市场地位,例如在无线级有线通讯和网通装置、SoC整合、高效能运算等领域。 蔡立行还指出,联发科的手机解决方案已取得领先的全球市场份额,且新一代的旗舰手机SoC天机9300展现了强大的运算能力并支持各类生成式AI功能。 预估在新一代产品的带动下,联发科2023年旗舰手机SoC的营收规模将可达10亿美元。 对于未来五年的规划,蔡立行表示,联发科是现在极少数有能力支持各类主要装置的边缘AI公司之一,每年出货约20一台中端设备,展现了技术实力。 在云端AI、联发科的SERDA及深度学习加速器、DLA等核心技术可支持并满足客户发展云端AI的需求。 联发科将把边缘、云端、混合式AI带到跨平台解决方案中,还将在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技术上与业界伙伴紧密合作,在新的需求及应用场景中发挥技术实力以掌握市场机会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